大家好,我是威 这一集是近代日本史系列的人物系列 明智天皇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的频道明智维星的影片 应该都知道推动明智维星的核心 主要是杀、长、土、匪等四番的人物 代表有大九宝利通、幕户、孝允等 但明智天皇究竟在明智维星中贡献了什么呢? 难道只是贡献了明智这个年号吗? 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明智天皇在明智维星中做了什么吧 明智天皇出生于1852年 是黑船来航的前一年 当时日本正受到外国的开国要求 而掌权的幕府失去了民心 社会上充斥着一群要求幕府把政权 交还给天皇的装潢让一派 明智天皇就是生于这样的动荡时代 他至少就被培养为天皇的接班人 不论是日本的国学还是西洋的南学 他都会学习 因此他长大后思想开明 提倡既要学习西方优越的技术 也要保护日本传统中值得保留的地方 明智天皇十四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孝明天皇就去世了 所以他年纪轻轻就登上天皇之位 明智天皇登位之时真正是日本近代史最重要的时刻 在他上任后的两年内 分别经历了大将凤凰 王政福古大号令 戊城战争 以至江户无雪开城等等 有关以上的事件的详细内容 大家都可以到我的频道重温沐默的影片 我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由于当时的明智天皇仍然十分年幼 因此当时由他的外祖父中山中能在旁协助政务 明智天皇上任初期有两项重要的事情 第一项就是五条玉士文 这个士文是明智天皇向天地神明的誓越 也是向全国人民公布的一个新的治国方针 五条玉士文 顾名示意 就是有五点的内容 虽然我觉得内容上都比较空泛 没有具体的政策 但其中三点 我觉得可以与明智维新中的政策有所连结 第一点 向下一心去为国家努力 可以解读为四民平等政策 四民包括江户时代的士农工商四个身份 另外明智维新 废除了惠多这个比市民更低下的身份 实现了人人平等上下一心的愿景 第二点是欺掉过往的陋习 这个陋习可以视为明智时代的废道令 从此禁止武士在社会上带刀 第三点是集合优秀的人才在会议中决策 这个可视为设立国会 但日本的帝国国会出现的比较迟 要到1890年才正式成立 要经过无数民主人士的努力才能成事 往后我就再看一集 搜搜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 有兴趣的朋友可先订阅我的频道 明智天皇上任初期的第二项重要事情 就是东晋殿都 自古以来天皇都是以京都为皇宫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有千都的建议呢 第一当时旧幕府军仍残留在东北 以至北海道一带 京都的位置过于四面 不利于镇压 第二 经过戊城战争后 京都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以至未必适合继续当首都 第三 京都依旧受到保守的公家势力所控制 不利改革 第四 江户受到幕府倒台后的影响 而慢慢碎弱 为了保持东西两面都繁荣 千都江户是救回江户的最佳方法 结果在江户无血开城后 在其他大臣的建议下 明智天皇就宣布 江户改名为东京 并殿都东京 在江户时代 将军是国家的领导者 所以人民对天皇的认识比较模糊 大多都只是知道天皇的存在 但没有具体的了解 为了加强人民对明智天皇的向心力 同时加强新政府的地方卫性 明智天皇走出宫门 在全国各地寻信 这对过去数以百年纪的天皇来说 是从来不曾发生的事 举一个例子 明智天皇的父亲 孝明天皇因为要逼将军让仪而走出皇宫 这已是石破天境的大事 因此明智天皇能够全国殉刑 可见他有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决心 最终他也成功确立了近代的天皇制 明智天皇的统治 受到人民所认同之后 他在人民的心目中 也有国家象征的地位 新政府在当时的社会 想带动西法的风潮 明智天皇便刚好成为最好的推动者 明智天皇穿人服吃肉的习惯 以至西法的髮型都成为人民的学习对象 令社会可以更快地融入西方的文化 明智天皇在任时 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 就是大晋事件的皇室外交 大晋事件发生在1891年 俄国的皇太子尼古拉二世 在日本旅游的时候 被一个叫金田三丈的人 袭击受伤 当事件发生后 日本全国进入恐慌 因为大家都怕俄国会出兵攻打日本 明智天皇跟政府的众臣开会过后 都一致认为 只有明智天皇进行皇室外交 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因此 明智天皇并立刻带同御医去探病 并同时用电报向尼古拉二世的父亲 亚历山大善事自怯 国民看到明智天皇的态度 也纷纷模仿 向俄国发出慰问 更到神社为尼古拉二世祈福 这次动作都令俄国的民意转向 由觉得日本人在尼古拉二世受洗时 袖手膀胱 转回感激日本人对尼古拉二世受伤的祝福 最后当尼古拉二世离开日本时 明智天皇更亲自到神户港送别 以完美的方式解决了这次国家危机 说完明智天皇政治上的事件后 就让我告诉大家明智天皇几项有趣的意识 首先明智天皇是西乡农生的粉丝 明智天皇在年轻的时候 西乡农生已经在沙场同盟 物城战争等的事件中 为国家立下不小的功劳 因此明智天皇至少便崇拜西乡农生 有一次皇宫失火 明智天皇不理危险 也命令下人要把西乡农生送向的礼物救出 可见西乡农生在明智天皇信中有多重要 即使西乡农生在西南战争中成为政府的敌人 明智天皇接到西乡的死讯后 也不许宫中的下人贬低西乡农生 相信当时的明智天皇心里一定非常矛盾 而且难受 其次明智天皇是一个非常洁减的人 不要以为当皇帝就一定吃得好住得好 明智天皇却生活得非常朴素 例如皇宫的家具即使看起来旧了 也不会更换 而每当他出行的时候 为了减低整体的支出 也不会入住各地的御用光底 最终御用光底只留给体弱的皇太子 及往后的大政天皇使用 除此之外 明智天皇也多次入吃皇族的奢华行为 明智天皇的借鉴性格也帮了当时的政府一把 因为当时除了各样的西化改革需要金钱以外 往后的日清和日俄战争都耗掉政府不小金钱 难怪明智天皇能够成为日本近代史上 小有正义的明君 最后一件有关明智天皇的意识就是他非常讨厌拍照 在明智六年以后的整整十五年间 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甚至连肖像画也拒绝 我们常常看到明智天皇的样貌 其实也不是他的照片 而是一副趁明智天皇不留意的时候 请意大利画家画的笑笑 也因为他不喜欢拍照 导致刘氏的照片极小 造就了后时一些关于明智天皇被调包的传言出现 明智天皇晚年饱烧糖料病困扰 最终在明智四十五年五十九岁的时候驾崩 由于明智天皇在国内外都得到很大的尊重 因此他的死对世界带来很大的冲击 世界中二十多个大国的领袖都对明智天皇的死表示哀悼 连刚刚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打败的俄国 也对明智天皇的一生做出肯定 所以明智天皇绝对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天皇 大家听完明智天皇一生大大小小的事件后 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呢 我自己就幻想 如果明智天皇身在当时的大清帝国 究竟能不能带领清国走出困境 成立君主立宪的国家呢 碍于两国的背景和形式都不同 加上日本违信的成功 也不是明智天皇一人的功劳 因此我相信明智天皇就算来到清国都很难力挽狂澜 忠实不能力挽狂澜 但我相信如果当时清国的慈系太后 单单可以学到明智天皇 结见这一点 就有可能可以减轻当时清国人民所受的苦难 不知道你对此又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影片的 请按赞和订阅 让演算法把我的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 我们下次见